说给我听听 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 你是怎么努力的 只有减肥这一项不是特别努力 在大学的时候吧 腹中的时候 腹中的时候 对 减肥那项不是很努力 听上去不像是个减肥的孩子 一口冰棍一口饭的 不是减肥的 那是小时候 我去我姥姥家 然后就把胃称大了 然后就开始吃挺爱的 我以后就 我以前是不吃正饭 然后后来去姥姥家 就开始有规矩 然后就开始吃顶饭 然后后来我就特别喜欢吃饭 然后去上舞蹈学校的时候 其实减肥对我来说还是挺 也不算特别那种 但是如果说要是一个 就是特别好的身材 就是特别符合老师的标准的话 其实我是有点胖的 而且我是那种 哪怕达到老师的标准 老师不在 我又两天又会胖委屈的那种 我反弹得很快 就偷偷地吃的那种 就管不住自己的那种 除了这事别的都挺努力的 别的都挺努力的 练武努力吗 努力啊 就是能去学的能练的 其实我就是都会去 像我们学舞蹈的早上很早 七八点反正正式上课的话 上课之前还有个早操 早工的时间 早工的时候可能是五六点就要去了 对 然后中午十一点半下课 但是我们还有个中午五间课的时候 有的时候中午有课的话 十一点半下了课以后 马上就可能嘴上塞个面包 可能就去上课了 对 然后就去准备 然后下午两点开始上课 但有的时候可能想多练一练 然后练到两点之前 就马上穿上衣服 可能就去下一个课堂里面去了 练到上课上到五点半下课的话 匆匆忙忙地吃点饭 可能又要去上晚自习 又要练 然后我们教室十点结束吧 就有时候会练到关灯那个样子的 有的时候放假的时候 可能想多练一练 或者是跟同学一起排个剧目啊 可能就假期可能也不回家了 听上去你是一个积极主动加练的人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吧 就是老师给我布置了什么 我会把他努力地完成 然后希望能够做到好 你是个很好胜的人 胜负欲蛮强的 那别的同学对你呢 你是那种遭人嫉妒的人吗 还好 因为我就是哪怕我成绩好 但是我不是那种跟老师套近乎的人 我会比较怕老师 所以老师我们老师再喜欢我或者怎么样 我还是会对老师会有距离感的那种 我会比较听话比较怕老师的那种 所以跟同学的关系 就是好的同学会特别好 但是不好的同学 可能我觉得可能玩不到一起去 或者不经常一起吃饭 或者不经常一起玩的人 可能就也还好 我也不会去招惹别人的那种 你在学校是受欢迎的吗 应该说是人缘不差的那种吧 对 就是不会有人说特别讨厌我 或者怎么样子 好学生一般人缘不会太好 还好吧 可能我们班同学比较 比较nice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相当于十岁 年纪小一点 我们一个班可能九岁 然后十岁 十一岁 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个年龄段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离开家 但是我又是比较独立的那种 喜欢帮他们搞个这个帮 帮他们搞个那个 所以说大家其实就还都蛮喜欢我的 曾经讲过自己在大三的时候 被心叹看重 是吗 嗯 对 所以但是那个时候 是犹豫了一下再去的 是的 因为其实舞蹈学校会有很多 可能是这个行业的人会去看 但是我总觉得会为是骗子 因为我没有经过这个方面的教育 没有学习过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也不觉得 我有多么的漂亮 或者是多么的怎么样 我觉得为什么我要选我 让我觉得不是很可信吧 然后我对自己也不是那么有信心 你是不相信心态的 还是不想做明星 就是首先我不懂这个 因为上学的时候 觉得只知道跳舞啊怎么怎么样 其实也不怎么追剧 也不知道什么明星怎么怎么样 其实知道的东西很少 所以对我来说 没有说我一定要去怎么样 OK 我既然学了舞蹈 那我觉得我就是应该去跳舞 所以做一个艺人当时对你来讲 并不在你的人生规划里 对 我觉得不是我能做的事情 那当时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呢 做一个舞蹈演员 那是什么后来坚定的 你要做一个艺人呢 其实也没有坚定 其实也没有坚定 就是正好当时是去参加舞蹈比赛吧 然后就有人给我这样一名片 然后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当时我真是觉得 就人家给我我不拿不太好吧 那我就好吧 然后而且当时已经是大学了嘛 是成人 然后我觉得我至少可以保护我自己吧 比较安全 然后就给了 本来就是想要委婉地拒绝掉 但是特别地热情 又是女生 我觉得说话也比较 就是也很客气啊 也很好 我觉得人的第一印象嘛 我觉得是 如果是个男生就糟糕了 如果是个男生 我可能就是就完全就不会再联系了 但是女生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当时见面的时候 印象也很好 我觉得应该不是坏人吧 然后就就见面 然后后来又跟我说说 可不可以见面 然后谈一下你要不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我当时还觉得 就是太在瞎扯吧 我没有学过为什么要 就是没有任何关于表演或者唱歌 或者干嘛的这方面的 学习 为什么会选到我 我又不是美若天仙的那种 为什么要选到我 然后我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呢我就把我爸妈叫来了 我就想说到时候可以当挡箭牌 挡一下就拒绝了就好了 但是没有想到 当时跟人家聊啊 就是了解这些事情啊的时候 然后他们两个就突然就说 没关系你做决定吧 我们支持你 就有点骑虎难下 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是命运的安排吧 就是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去学新的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 拒绝也不太好 要不然去试一试 他有一个说服你的理由吗 总不至于是 双方就尴尬 然后达成 没有就是给了我很多那种 就是一些资料啊 然后跟我说了一下 就是我去先学习 然后学习新的跳街舞啊 唱歌啊干嘛干嘛 会让我先学很多东西 对我而言我觉得很新鲜 人都总会有点新鲜感嘛 就我学舞蹈学腻了 可能学这么长时间 我想去尝试一下新的东西 看好不好玩 看有没有新的 可以让我去做的好的东西 但是又要出国 所以我自己有些纠结 其实不太想去 但是我爸妈完全没有拦住我 所以我就去了 就完全没有阻拦你 对 就是一如既往的尊重我的决定 然后我就 那好吧 那我就去学习一下吧 我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你是因为你有个冲动的小魔鬼 你希望你爸妈来把它遏制住 但当时父母完全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魔鬼就茁壮成长了 把你带走了 是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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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